长城的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时代 今日我们所见大多为明代建造 依山师而建的砖石结构如何能经受住时间消磨 修缮和保护 任重道远 这个位置是它的烟道 这个地台的顶部原先的结构是一个木楼板结构 木楼板的上面还盖有一座铺房 这一块我们现在判断它当时可能是一个竖井的通道 便于士兵从中石上到顶部 在普通人眼里这就是一片残垣破壁 但是在考古工作者眼里处处是宝贝 他们现场目测就可以描绘出一个虚拟3D建模 展现雄伟长城原本的模样 但是在我们一看我们都知道那东西肯定是原来的位置 那些是坍塌的东西 我们是能够把它分出来的 那么一般的工人他可能都分不出来了 很多建筑遗迹 很多设施的遗迹 就都可能会被清理掉 为防止文物历史信息被无视或破坏 2022年 北京分别开展对延庆区大庄科段 环柔区建扣段长城的树前体检 为长城抢险加固 修缮维护 提供了重要的设计借鉴和保护依据 要动土 先考古 好比看病时 医生先望闻问切 了解病根所在 然后开出一套治疗方案来 植被是去还是留 躲墙是直接垒 还是先打基槽 马到面砖铺到什么程度 以考古挖掘为先导 测绘 结构 材料 植物等科研团队一起会诊 为设计方案和施工建设开出药方 这一块弹得这么厉害 哇塞 这个芯太漂亮了 它外侧都特别抖 因为它要防止敌人上来 在大庄科长城修缮中 一处墙体严重变形 砖或石块之间因为裂缝导致钩缝灰消失 工人们用白灰封堵裂缝 构成传统的荞麦棱形状 但在专家看来 经过对裂缝修补保证结构安全的情况下 保留其现有状态 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它已经裂了 为什么还勾那么好多份呢 它就不是历史的东西了 所以这个我们让它就去掉了 我们会把这个 第一是把整个全过程它的改变记录下来 我们保护遗产不仅仅是坍塌的结果 还要看保护过程中 历史信息和保护与扰动的情况 那么在房间内呢 我们现在是发现了一座火炕 史书曾记载的火炕被挖掘并保存下来 坍塌的巨石没有被移走而是保留原状 没有安全风险的植物得以继续生长 历史留下的一条条讯息被保留下来 长城不再只是一座冰冷的防御公式 而是成为一个信息厂 古老的文化遗产就这样 奋批着它所经历的历史痕迹 更长久留存世间